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疑似赵薇被封杀的消息犹如龙卷风 让人感到猝不及防 但随着赵薇演过的作品都被除名外 就连早前与她有过合影的明星也都在第一时间被删除 一夜之间在各大平台都找不到关于赵薇的任何信息 超话被关 昔日各大明星纷纷与她割袍断意 赵薇的作品被全面下架 就连自己的成名作环珠格格也再也找不到她的名字 这也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年轻时的赵薇风头无聊 所以在遇到一些事情时 难免目中无人 然而这还不是造成她如今局面的关键 最主要的是在早在20年前 赵薇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披上了日本景奇装 登上了国际杂志封面 这样的卖国行为深深刺痛了那些受过清华日军 柔宁的幸存者的心 以及每一位中华同胞的心 而赵薇的这桩旧式的挑起还源自于她旗下的一名胡咔的关注 作为她旗下的艺人张哲瀚这段时间由于无知愚昧而被封杀 赵薇作为老板却未与艺人及时切割 同时也没有及时让公司宣传道歉 甚至个人账号中保存着为张哲瀚庆生的照片 事件因此一而再的拖延回避导致事件愈演愈烈 随着网上的不良言论的发酵 赵薇早年的日本景奇庄又再次掀起了轩然大波 而赵薇当年能够翻盘得益于背后大佬 而张哲瀚因为领到了官方的艺人封杀令 赵薇算是引火上身了 但若谈及赵薇真正的毁灭时 那是她早前的嚣张姿态 就不得不让人后怕她的恶劣行径 这使她一步步走向深渊的 除了她那些过往难有的实力 还有她不容小觑的野心 1976年赵薇出生于安徽省吴湖市 爷爷赵正松曾参加过 晚南新四军在晚南事变中牺牲 被追认为烈士 其父亲赵家海是个房地产方面的工程师 母亲则是小学老师 而他的头上还有一个比自己年长七岁的哥哥 由于母亲祖上是吴湖富商 赵薇又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因此她的整个童年 可以说是在父母和哥哥的宠爱下长大 从小就长相水灵的赵薇 整日除了玩乐别无二心 一直到上中学 赵薇的学习成绩不算突出 化工方面的天赋却欲发显而易见 后来中学毕业在文艺方面 尤其突出的她最终在老师的建议下 考入了吴湖师范学校 学习又是专业 这也是她迈向影视界的第一步 1993年还在吴湖师范学校 就读诱诗专业的赵薇 恰巧碰上了当时 由尔东升导演 巩俐主演的电影画魂 在吴湖取景拍摄 而赵薇幸运地被选中了 当了其中的巡演 这是赵薇第一次出现在大萤幕 虽说在这部戏中 赵薇扮演的是个 没有任何台词的青楼女子 但她那双水汪汪会说话的大眼睛 却让尔东升记忆犹新 以至于在多年后 赵薇以导师身份和尔东升 平起平坐时 她依旧对那段往事有着深刻回忆 顶着一副令人过目不忘的颜值 赵薇在顺利考入北影后 就吸引了诸多异性同学的目光 其中就包括同班同学 黄晓明的青睐 只不过当时的黄晓明 有些黑胖被她以外貌协会的理由 给果断拒绝 因为当时的赵薇身边追求者无数 野心也不小 早早便将上海众盛集团创始人 叶丽培的儿子叶茂清福获成功 这正是这位身价过亿的男友 赵薇才有了红遍大乡南北 无人能及的事业风光 作为赵薇当时的绯闻男友 叶茂清曾为了她大手艺挥 成了还珠的最大投资人 并为赵薇大花50万 拿下了该剧紫薇一绝 因为当时小燕子一绝 已经被琼瑶选定 由台湾演员李婷怡出演 但由于当时李婷怡 在还珠开拍前一周 又接拍了其他作品 导致剧组决定临时更换演员 还珠最终因为人员变动 重新洗牌 赵薇也便顺势成为了 小燕子人选 那年也是赵薇运气爆棚的高光时刻 还珠播出后 不光收视直冲亚洲第一 赵薇扮演的小燕子 更是火出了天际 追随她的粉丝 无论老少 无人不知她小燕子的成名作 赵薇一举成为了 中国炙手可热的女星之一 在当时无数人亲眼 见证电影学院出了个赵薇后 所有人都认为 只要上了电影学院 就能成为小燕子 赵薇可以说是 仅凭一人带火了这个行当 彼时的赵薇 正如后来逢远征口中的那般 红到前无古人的程度 但与此同时 她与叶茂青的感情 也因为和小燕子原定演员 李婷怡的绯闻而原敬于此 2001年 赵薇收时装杂志邀约 为其拍摄了一组时尚照 然而 杂志在发行 三个月后 赵薇就因为身着日本景奇装 被多家报社和媒体举报 甚至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联名 给赵薇写了一封公开性批判 赵薇的形象一夜之间跌落神坛 一时间赵薇的卖国行为 让她沦为人人喊打的舆论对象 而赵薇对于这场轰动性的负面影响 也是迫于压力 才不得不紧急出面道歉 并且在这期间 赵薇不但恢复了以往的事业风光 靠实力演技摘得影后贵惯的同时 和富二代男友汪宇的感情 也从低调转至高调出场 只不过后来两人的感情 还没来得及向外界羡慕 汪宇就在一次聚会上丢了面子 之后又移情环珠三的小燕子黄毅而分手 不过没过多久 赵薇又搭上了前乒乓球国手王丽琴 两人再相恋不到半年 赵薇就被王丽琴母亲闲是个圈内人 配不上儿子后曹操了结 2008年赵薇在伪气功大师王丽的介绍下 认识了现如今的丈夫黄有龙 两人在相恋仅一年便低调完婚 隔年赵薇的女儿小四月出生 并认王丽为干爹 并且随着夫妻二人感情稳定 赵薇在黄有龙的带领下进军了投资市场 之后又借着王丽的局和马云等大佬走近后 更是如鱼得水 尤其是在王丽出事后 马云和赵薇纷纷与其撇清关系 赵薇夫妇和马云开始越走越近 2014年赵薇夫妇二人还以31亿港币 入股马云的阿里影业成为第二股东 并在隔年减持2.56亿股阿里影业 套现约10亿港币 赵薇也因为进入了资文市场 割韭菜身价开始倍增 一度被媒体称为女版巴菲特 彼时的赵薇早在前一年就凭借指导的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晋升为导演 是极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女强人 2017年赵薇与丈夫黄有龙实施空手套白狼计划 不过计划破灭导致股价暴涨暴跌 让众多股民被坑 证监会拟决定对黄有龙赵薇给予警告 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 并被罚5年不得进入证券市场 不过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今夕不同以往 尽管过往几次风波 军奇装还是玩弄股民割韭菜 赵薇都挺过来了 但这次暴风雨来的突然 娱乐圈劣迹人一个接着一个被点名封杀 赵薇甚至连红头文件都没来得及下 就直接封杀掉 可见当局对肃清娱乐圈的决心 只是让人更加寒心的是 以上赵薇的行为 仅仅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一个能靠资本控制舆论 想想也是后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